小猫受不了猥琐的肌肤 于是搬到学校居住 小猫不仅长相甜美 学习成绩手去抑制 而且还对音乐情有独钟 也正是因为这个爱好 让小猫在吉他社 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男孩 这一刻小猫知道他恋爱了 甚至趴在钢琴上 梦到了和阿良接吻的场景 被喜欢的人喜欢 也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之一 你怎么想碰我 那看你给不给我怕 之后两人一起上学 一起看海 当然还要一起玩吉他 阿良还特意送给小猫一把吉他当礼物 而趁着这个机会 阿良也终于鼓起勇气 这把是我爸送 这把是我妈送 他们两个都需要我用 所以我得找一个人 帮我用酒 你一个人可以吃我吗 小猫想都没想 直接答应了阿良的追求 两人正式成为情侣 常常去河边约会 连雪糕条一起分享 这你一口我一口的 确实太甜了 如果不小心着梁打了个喷嚏的话 阿良则会一把抓住 放在鼻子前吻一吻 很快小猫也学会了这个技能 一转眼 两人都已经毕业 他们租了间便宜的小屋 一起粉刷一起打扫 把屋子一点一点变成了他们喜欢的样子 但好景不长 阿良到了服兵役的年龄 也就意味着两人要分开很长时间 临走那天 小猫坚信地对阿良说 可现实和理想之间 常常会隔着一条银河系那么遥远 一个人的日子是索然无味的 百般无奈之际 小猫开始上网打发时间 时间一长 小猫在网上认识了不少网友 而一个叫小谷的男人和他聊得特别投缘 终于 在小谷的不断邀请下 小猫还是没能抵住诱惑 答应了小谷的线下见面 没了几句 小猫就对这个男人产生了极强的兴趣 他开豪车 带名标 喜欢古典音乐和名画 而且谈吐幽默又特别绅士 如此有杀伤力的男人 让小猫越来越无法自拔 最后两人来到小猫的住处 该发生的也全都发生了 一夜过后 小谷就拿出一打钞票 让小猫忘了昨晚的事 虽然一开始约会 小猫坦言自己是为了钱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 其实他是因为一个人太寂寞 又不想背叛阿良 所以才想出了这种借口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次约会 竟然让他对小谷动了感情 一边是每天可以陪自己的大帅哥 一边是相恋多年的初恋 该如何抉择 小猫陷入了沉思 女孩一颗颗地解开扣子 然而男友却又全都给他系上 终于有一天 伏兵一的男友请假回来时 不小心看到一些 小猫和其他男人的聊天记录 才知道女友早已背叛了他们的爱情 两人相恋多年 曾说过要永远在一起 而如今却成了这般模样 阿良走后 小猫过上了独居生活 他疯狂地工作 试图彻底忘掉过去 连装修房子也只是找妹妹来帮忙忙 但一天上班途中 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 瞬间打乱了小猫的生活 在网上联络后 两人又开始了约会 不过这一次 两人像情侣一样聊了很久 不像第一次那样 是纯粹的买卖关系 小猫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 远在兵营受苦的阿良 其实一直还深爱着他 阿良每天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仿佛自己的人生已经完了 就在这时 部队的一个学弟来安慰阿良 可安慰着安慰着 气氛却逐渐开始怪异起来 两个大男人 这眼神越看越不对劲 阿良萌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既然小猫伤害了自己 那何不用同样的方式来伤害他呢 阿良决定报复小猫 于是将学弟带回了家中 小猫看到这一幕后 即刻就跑了出去 他想找小谷来疗伤 没想到迎面又是一道 老婆 你好 饭肯定是没法吃了 小猫赶紧找了个借口开溜 一路笑得像个傻子 他终于明白 这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真爱 等再次见面时 小猫忍痛说道 谢谢老婆 想要斩断一段感情 哪有那么容易 小猫心里时不时会想起阿良 又常常忍不住去找小谷放纵自己的欲望 慢慢的 他精神已经开始不正常 半夜时 他会一个人走到马路上 然后一躺就是一夜 终于 小猫又忍不住重操旧夜 开始在网上约男孩 然而无独有偶 约着约着 又约到了改了网名的小谷 小谷对此十分生气 他拿出一张银行卡 用鄙视的眼光递给小猫 完全不顾及小猫的感受 仿佛是在对待他的宠物一样 这一次 小猫彻底被伤透了心 他找不到任何活着的意义 为什么阿良要离开自己 为什么小谷要这样对待自己 最后 他拿起一瓶安眠药 一眼而尽 他要离开这个世界 一个让他变得如此不快乐的世界 两男两女同住一五 却又不是情侣关系 这操作也太神奇了 他们曾经有过情侣的阶段 小猫和阿良是彼此的初恋 这个学弟也喜欢过阿良 现在又不喜欢阿良 转性喜欢了小猫的妹妹 更离谱的是 现在小猫怀了孕 却不知道孩子是谁的 这关系估计让月老来也捋不清吧 然而就在前不久还试图自杀的人 怎么突然就怀孕了呢 还记得躺在医院的日子异常难熬 好在最需要人陪的时候 昔日的恋人阿良出现了 一句简单的对不起 解开了两人多年的心结 他们像情侣一样 回忆起了曾经的点点滴滴 这个熟悉的动作 更是让两人哭成泪人 为什么在最需要彼此的时候 两人都不在对方身边 为了能永远照顾小猫 阿良决定来一个四人同居 谁说一定要情侣才能同居 这四人证明 朋友照样可以同居 阿良像个大哥哥 每天照顾几人的饮食 学弟和妹妹像两个长不大的孩子 经常吵吵闹闹 小猫则是完全蛻变 变得更加独立 一心拼事业 不再幻想少女般的恋爱 一转眼几年过去 小猫已经是30岁的职场总监 在完全不期待任何爱情的情况下 突然一个小职员的出现 似乎又让她找到了恋爱的感觉 散火时 男孩当然不会放过机会 她颤颤巍巍地说道 我想约你去写真 你听不懂 约你去写真 写真 画画 原来男孩除了有听力障碍 说话也非常艰难 这让小猫想到了小时候的妹妹 那时妹妹也患有同样的疾病 这无意让小猫对男孩多了一次好感 看她如此真诚 小猫最终还是选择了答应 没想到这人还挺会聊的 第二天刚见面 画什么 画你 互相交换作品后 男孩又用属于自己的方式 表达了对小猫的喜爱 接着 修水管 打扫卫生之类的粗活 男人一人全包了 就在小猫和男孩正打得火热时 一条突如其来的短信 瞬间让她失了魂 她不是别人 正是和小猫纠葛多年的小谷 小谷还和以前一样 总是一眼就能看穿小猫的想法 而小猫仿佛又回到了曾经 变回那个永远逃不出小谷魔掌的少女 一番激情后 小猫怀孕了 她很确信 孩子是小谷的 同时也很确信 她要永远离开小谷 本来她可以让男孩来当孩子的父亲 甚至小猫都见过对方的父母了 但在最后关头 小猫还是选择了放弃 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搬家 幸运她有三个非常好的朋友 甚至已经称得上亲人了 既然小猫做出了决定 那说什么都得支持 于是四人搬好东西 开上一辆破破烂烂的货车 离开了她和阿良住了十年的小谷 这十年有变化有成长 唯一没变的 是当初阿良对小猫许下的那份诺言 我可以当你第一号的家人吗 我们可以当你第一号的家人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